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解释 你也听不进耳 我能说的 就只有带年事向你们道歉 我的家事 我自会处理好 你别再给我回避了 明知道我在问你什么 四哥 四哥 请回答我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是吗 倘若如你所说 为何会酿成今日之事 四哥 你的心意 就是一切事情的关键 我无话可说 当日小微被华阿玛关押 你我一心救人暂时把一切放下 我也绝口不提 可我没想到 原来你至今都没有放下 你别说了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至于我的事 不用你管 不用我管 我的四哥当日可是一直想把我的父亲留在他身边 我可以不管 我明明知道那段时间我生不如死 小微的死让我有多痛苦 你不是不知道 可你却把他放在你身边 而不让我知道 你宁愿选择把他留在身边 别不告诉我真相 你为什么不说话 说呀 若不是小微最终逃出来 你是不是打算一世都不告诉我 让我真的以为他已经死了 四哥 你到底是何居心 这就是我最尊敬 为他拼命的四哥所为吗 对 是我不顾兄弟情义 是我还留着私信 就想把小微当成一个已死之人 永远留着 你为什么 因为 因为 我还没有放下小微 心里仍存在 对她的那份感情 自从小微回到你身边的那一刻起 我就只能在旁边默默地守护着你们 再也没有过非分之想 阅数 少礼 归刑局部 如果这样你还责怪我 那只能是我对不起你 要打要骂 来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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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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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